为改善河川水质 皮诺县政府环保局强化水务许可审查 透过夜阴早鸟等专案行动 运用科技执法蹲点接力稽查 让偷牌无所遁形 有效降低民众50%亿成情数 并积极推动畜牧废水资源化措施 资源化通过加速及试冠量均位居全国第一 在稽查的部分呢 包括我们成立的这个夜阴早鸟的 这样一个稽查的一个行动 那主要都是在这个非正常的上班时段 来做一个稽查 那透过夜阴早鸟这样的一个稽查行动 有效查获了许多的一个违规 那进而督促这些业者 改善他的废水处理的一个设施 那除了加强取缔之外呢 另外我们在整个一个辅导的一个部分 也成立了一个专家辅导团 联合我们县府的一个农业处 加强辅导的一个作业 另外呢我们也提那个 提倡这个肥水露田这样的一个政策 这也是改善我们整个一个河川水质 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 环保局表示 目前河川严重污染关键侧阵 已由三阵减少为一阵 东港西新设大桥 已由严重降至中度污染 在东港西46.9公里河段中 严重污染长度仅剩0.43公里 创历史新低 除了强化稽查及畜牧废水在地用 县内设置水浸厂及人工湿地等 现地处理设施 也有助改善河川水质 我们除了这个源头管制以外 那屏东县也在这个整个河川的部分 要为了要改善水体水质 那我们有做了十一座的这个现地处理设施 有包括水浸厂以及这个湿地 那包括这个整个河川的这个污染物 可以去除了将近九成 那像琉球的话 我们也在盖第四座的这个聚弱寺污水厂 那它可以如果完成以后 可以达到九成的这个生活污水都可以处理这样 环保局多管旗下并在水环境 巡守队及相关单位配合下 打破平线水流成河的旧印象 今年于行政院环保署 对地方政府水质保护与土壤整治平和中 获得特优夹击 蝉联两年的特优 在整治河川及土壤污染工作表现亮眼 此外在推动空瓶改善 也是连续三年荣获环保署考核特优夹击 维固平东线环境品质的各项措施获得肯定 记者张如意刘建荣采访报道